大家好,我是托尼做赌机 今天上午呢,花了些时间体验了一下暗黑4 首个DLC的测试服 在体验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玩家问我这个体验起来怎么样 有些一言难尽 这期呢,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游戏目前修改的这些部分 体验起来怎么样 OK,我目前是把PTR测试服当中 我已经体验过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整理 然后我们挨个来看一遍 角色等级上线呢,上调到了60级 然后我是使用的那个 从永恒服还有赛季服复制过来的 那个角色体验的 然后我角色一上来呢,是50级 然后我也想过从一个一级的号 去看一下目前那个经验变化 但是我放弃了 因为这个50级升到60级的过程 已经给我有点搞得有点烦躁了 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个时间间 你进入游戏里边去升级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打这个要塞 就是打这玩意儿 打开你地图去找这个东西 打完并且开那个钟 解锁这个要塞 这个叫完成啊 完成一个要塞的话 是可以直接升一级 然后我也用50级的角色 去打那个打那个地狱潮 侍女那一波怪 是40%的经验 要塞的话升级更快一些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我建议大家还是等到7号 测试服的提升NPC功能全开放的时候 这个测试服 NPC我本以为啊 它是测试服开了之后 它就可以使用 然后官方只是在符文 那个地方进行描述了 9月7号开放符文的这个功能 但是没想到角色提升 还有一些材料提升的这个功能 也要等到那天开放 那就是这次测试服是真正的测试服升级 这部分也要测试 如果说你想测试这个DLC的一些改动那些内容 我建议还是等到9月7号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雕纹这部分 然后等级上线确实调了 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这个雕纹啊 我目前最高等级的这个雕纹呢 是升到了49级啊 然后这个雕纹升到46级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传奇的一个品质 在深坑里边升级这个雕纹呢 它是有概率升级的 这个实际玩起来的感觉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玩家会觉得这个非常棒啊 反正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好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保底概率 它这个保底概率 你就是跟你这个所打的深坑成数有关 比如说我打50成的时候 那我这个概率左侧这个呢 就是50% 然后右侧这个东西 它会随着你升级次数 它会往下递减 就是每打完一把深坑呢 你有4次升级的这个机会 然后成数越高 它这个概率相对应也越高 但是呢 它也是有失败的这个概率 它比较看脸 最黑的一把就是4次就升级成功一次 然后比较红的一把 就是4次全都升级成功 这个是这个雕纹这个生 这个挺让人一言难尽的 在雕纹升级到46级之后呢 会变成传奇品质 它这上面写的是45级啊 但实际上不是啊 它现在有很多这个文本显示的错误 雕纹升到46级会变成传奇品质 然后它这个覆盖半径会多一格 并且呢 它还会多一条额外的这个属性 下面那个一串英文 那个就是它这个效果 然后好多的雕纹实际上全都是同样的效果 就是在覆盖范围内 每5点力量会额外增加15%的伤害 然后后边那个百分之十几的那个伤害 它会随着雕纹的等级变化 所以这个是雕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个巅峰这边 而巅峰现在确实是只能连5个面板 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再点以达到最大面板数量 在上期视频聊到巅峰面板的时候 我当时提过 如果说巅峰面板改成限制成5个 并且不对这个巅峰面板进行重新设计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点数 不知道点在哪 当时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存疑 那当我实际看到这个修改后的巅峰面板之后呢 我也放心了啊 就跟我想的一样 那确实是你哪里不亮点哪里 然后如果说你是这个喜欢自己设计巅峰面板的这个玩家的话 那再接下来呢 你可能就是要在9个巅峰面板里边选择4个 然后再加上初始的面板 传奇节点呢 只能选择4个 因为初始面板是没有传奇节点 然后刁文呢只能选择5个 就原来不管你是连6个还是7个的话 其实现在你就需要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选择里边去进行一个折油选择 并且在你的点数有大量剩余的情况下 那就只能去呃去点那些没有点量的稀有节点 这个就是目前整个巅峰面板的一个设计 然后接下来再说这个装备啊 呃装备的话 现在是呃 从折磨一开始掉新的装备 然后850的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在折磨一的时候确实也打到仙主装备了 不过呢 我从折磨一一直干到现在是折磨傻的 这个期间差不多能刷两两小时左右吧 然后仙主装备一共是打到了两件 一个呢是仙主传奇 一个是仙主案情 然后掉率我觉得非常的低啊 当然在drc正式上线之后呢 也会有其他这个地图 或者是这个添加的新内容新地图 或者是也会有这种聪明的玩家发现一些刷这个仙主装备的更好的一些bug或者是套路 不过即使这样呢 仙主装备以我目前来看 他这个获取难度是比以前要大很多的 这个装备的定位可能就是更更加的高级 不过回火那个地方没变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 原本你获得一件装备底裁可能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你去回火哎 需要概率 现在呢 你就是你获得这个装备的底裁 也会变得比较困难 然后你还要去面临回火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 除了800物等的这个仙主传奇或者仙主案情以外 掉落的大部分的装备都是750物等的一个装备 虽然说物等只差了50几啊 但是他跟这个仙主装备的这个性能差了非常非常多 因为他的回火只能回一条 那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精造好像也只能精造4次 另外关于装备呢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这个角色是从这个永恒服务的角色数据复制过来的 然后我这个装备呢 原本都是一身就是已经调整好的一个装备 但是到现在这个版本的这个装备属性里边呢 他这个物等已经被压缩过了 变成540了 一方面是他这个属性没有之前强了 可能原本我这个敏捷应该是100多啊 现在可能就只有70多了 原本我这个装备是可以进行精造的 然后现在也不可以精造了 除了这个新旧装备之间那个压缩呢 我们这个角色属性也也有一些压缩 不过这个呢是整体游戏的一个压缩 包括我们这个后甲还有我们的生命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角色 现在生命只有700多 那实际上这个已经比比我刚进到游戏里边要多了 因为我刚进到游戏里边只有540 ok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符文这个部分现在先看不了 因为符文还没开放呢 我们来看这个集合石集合石我大概试了一下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没做完啊 就全都是这个乱码 你看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有这种标签可以点 都没配完 但是也能用 我在打要塞升级的时候 发不过一个集合石的一个招募 然后玩家进入的话 他直接就进入到你这个队里边了 也不会给你弹出什么消息 还挺方便的 不过这个集合石这个功能啊 好多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软件都已经实现了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 ok 那整体看下来 这次dlc这个很多游戏的修改方向 呃体验这方面能获得多大的提升 目前不好判断 但是对于玩家的这个在线时长 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 那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加长的 这个大家自己去体验或者说 通过我之前的描述应该能明确的感觉到 你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防毕业机制啊 或者是说设计师希望玩家能在这个游戏里边能多玩一玩啊 无所谓都可以 所以说现在呢 如果说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讲 我比较能理解 而且我也承认这个设计师他比较精明啊 他在没有去进行这种系统的大改 或者说添加更多的新内容的情况下 然后还能延长玩家在这个游戏里边花费的时间啊 这个很精明 不过在这个精明之余呢 也希望二次团队不要忘了玩家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说是提升玩家的体验的同时 然后也让玩家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游戏里边 那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 OK那这期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我是托尼托兔机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